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高档连锁百货公司Nordstrom昨天宣布 将关闭位于旧金山大型购物商场Westfield内的店面 7月1日结束营业后变起登 这间百货在旧金山市中心有35年的历史 运营长Nordstrom指出 过去几年旧金山市场发生剧烈变化 冲击光顾人潮因此难以经营 在Nordstrom败货之前 旧金山市中心已经有10多间店 包括GAAP H&M EOE库 都不敌疫情带来变化陆续关门 Nordstrom也不会是最后一间 4月中高档连锁超市全市超市 以安全考量关闭市中心的分店 旧金山记事报揭露购物者募集 窃盗还有人应服用芬泰尼过量 死在厕所引发关注 近期一份城市报告显示 旧金山人的不安全感达到20年之最 只有36%的居民晚上走在大街上感到安全 2019年这个数字是53% 劳工部表示调查人员在肯达吉州和其他几个州 的麦当劳餐厅里发现了至少305名儿童 违反联邦劳动法进行工作 其中包括两名10岁的儿童 这些雇主目前面临民事罚款总额预计超过21.2万美元 在路易斯维尔的一家由鲍尔食品有限公司运营的麦当劳餐厅 调查人员发现有两名10岁的儿童一直工作到凌晨2点 而且还是五星工作 这两名儿童负责准备和分发食物 清洁餐厅 在德莱苏窗口工作 以及操作收银机 其中一名儿童还被允许操作油炸锅 而这项工作是联邦法律规定16岁以下工人禁止从事的 美国麦当劳高级副总裁监人士总监博伊德表示 麦当劳将竭尽确保经营商拥有必要的资源 为所有员工创造安全的工作环境 并遵守所有劳动法规定 特斯拉的网站显示 公司已经恢复在美国接受其长续航班Model 3的订单 这车型去年由于交付积压 而暂时停止接受订单 入门机场续航班Model 3 目前售价为47,240美元 比去年8月 特斯拉停止在美国和加拿大接受订单时的 57,990美元 价格低了约18.5% 为了提振销量 特斯拉自今年年初以来 一直在定期调整电动车的价格 在早些时候降价之后 公司昨天在加拿大 中国、日本和美国小幅上调了价格 纽约市市长亚当斯近日宣布 纽约市将免费发放500枚苹果的AirTag 通过新增这种追踪技术 市政府希望纽约警方能够迅速追回被盗的汽车 并在全市汽车盗窃率上升的情况下 打击此类犯罪 市长办公室发言人告诉媒体 纽约警察局犯罪预防部门 将把分发重点放在盗窃率最高的警区 以确保公平分发AirTag 根据警方的数据 今年至今 纽约市已经发生了4793起汽车盗窃案 比前一年增加了近14% 而KIA和现代汽车正是重灾区 到目前为止 今年纽约市已经有966辆现代汽车和KIA汽车被盗 更多详细的报道 请继续收看即将播出的话语电视 晚前新闻